又來到Z世代大人的時間 5G 服務推出後,除了速度是其中一個亮點外 計劃所包括的數據容量亦比之前大為提升 4G 全速和限速計劃就變相沒有以前那麼吸引 各網絡供應商可能都會留意到這一點 近來相繼都將100元內的限速數據計劃加量 而且又越來越便宜的趨勢 今天就和大家介紹一下 這期賣行廣告的就是CSL用ClubSim的名義 推出的98元7GB月費計劃 這個計劃的頭7GB數據行限速21MB 爆發後降至128K 有無限通話分鐘 但號碼過台就節省18元一個月的行政費 以CSL的計劃來說都算是值得的 不過要留意,這個計劃只可以在網上登記 以及要簽24個月合約 如果你對這個計劃有興趣 原來CSL有份的新Mobile可能更吸引 都是98元一個月,包7GB 21MB數據 但只需要簽12個月合約 還免了18元一個月的行政費 我最喜歡的是 萬一真的爆了7GB被人限速 都可以即時以15元港幣買多1GB數據 夠急都好 雖然通話分鐘只有3000分鐘 不過今時今日,怎樣都應該夠用了吧 不過說便宜,就一定是中國移動香港的移動21 4G限速計劃 78元港幣的月費,包5GB 21MB數據 免行政費,包3000分鐘通話時間 而且爆數據被人限速都可以用15元買1GB復活 那怎樣變8GB呢? 原來簽24個月約 合約期就每月給多3GB流量你 即是一共8GB 這個計劃相信是近期各大台的新低價 希望你喜歡我今次的介紹 記得Subscribe我們Memo的Facebook專頁和Youtube頻道 和Alfred Mac的Facebook專頁 今集說到這麼多,拜拜